好朋友 歡迎大家收看《兄弟幫》 我有一天在過寵物店 很多人在廚窗見到貓貓、貓、狗狗 我看到他們很想帶貓貓、狗狗 我會回家養的 你可能想買 但其實除了買之外 還有很多方法 例如領養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大家記住 養寵物是一生的承諾 對 買回來之後玩幾天 然後送給女朋友 然後又說不要了 那舊又如何? 對,要負責任 要負責任 而今天我們請來的嘉賓 由幾無人性變成很無人性 說笑而已,一向是一個好人 是一個小狗仔 他的故事上一集聽到有些朋友 我知道了,真的眼濕濕感動 我自己也被你感動 他在台灣領養這隻小狗仔 小吃的故事 真的很值得大家再聽一聽 如果大家錯過了 上一集看看這個MyTV.com 沒錯 其實先說一點吧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孔志華先生 你好… 孔子 孔志華先生 孔志華先生在12月中參加了 慈善游行 慈善的… 慈善暴行 慈善暴行… 慈善暴行 環島遊… 環島遊 沒錯 在台灣、台北、台南、台中 也一樣,轉一圈 對 幫慈善機構籌貨 沒錯 但在途中呢 轉轉轉轉,遇到一位心膠 就叫小吃 中間… 遇過很多難題和很溫馨的場面 又流了眼淚 對 日暮管檔 又有情慾的事情發生 最後,終於孔子在臨走時 終於決定…因為要作決定 到底是留在台灣 還是他回到香港後 領養他回到香港 最後的決定就是… 帶他回來… 好,上集說到這裡 今集我們繼續 好 之後的故事是怎樣的 之後… 剛才也提到 上集提到有個女主播聯絡我 有個台灣方面的女主播 因為她把整個故事放在她的面書上 而很多台灣的朋友也有關注 沒錯… 當時她想跟我約一個採訪 順便帶她去檢疫 一些打針 幫狗仔清潔 當時開始多了很多資訊 如何帶一隻狗回來香港 但剛才有否想到很難 人只是坐飛機 那狗怎麼辦 還有一隻流浪狗,對吧 其實我朋友在漁龍署找了一堆文件 說你需要拿完123456的文件回來 很大疊 然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首先要回來香港 拿了香港的許可 然後再回到台灣再申請 之後再回來香港,再等他 對 不是吧 台灣方面有否一些… 例如事情發大了 應該有關方面會將程序上 可能會簡化或… 沒有特權的… 都是一天要照做的 不過當時我們找了一間 寵物移民的項目公司 給了錢,然後幫他賣機票 不好意思,請問多少錢 兩萬多台幣,大概六千元左右 兩萬多台幣 包括他的運費和檢疫費 對… 所有東西都包含了 所有東西都包含了 自己人錢,好,他要去處理 但經濟客位還是商務客位 我不知道,他應該… 應該比我們還要宣傳 可能只是貨廠,但很難說 好的… 當時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位置 就是我身上剛好是兩萬多台幣 一次過給了那個托辦公司 全身只剩下三百多元 最後坐車的時候 剛好,一個先都沒有 即是你才回到你的家 因為我去到換錢 我沒有帶卡在身上 當時剛好都很小 我覺得完全是… 有多微妙 對 你明白嗎? 整定吧 整定嗎?說真的要多貴一點 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對,我可能要… 不如你們要匯錢過來吧 但剛好也有 當時自己先回到香港 然後從移民公司那邊 隔一個星期後把他運送過來 即是他在那個星期 幫你處理程序、手續等 沒錯 錢就給了 那個星期… 一個星期 你很可憐,你獨手空圍 還有你想想 之前在台灣,只是一晚 一晚他已經流了眼淚 一個星期你怎樣捱 那時候其實女主播找了一些 她的朋友幫我照顧小吃 對 你也說台灣女主播找朋友嗎? 對 我幾個說,楊盛林、蔡依林等 不是… 你說不要照顧她,就照顧我 楊盛林、蔡依林等 也可以 那時候每天想看她們等 以前可能大家在香港的朋友 又在等我更新 現在反過來,我每天都在等她 那個孫婆的更新 對,然後看一些照片 就是看小吃在她們家裡的照片 所以那時候的心情就是… 還有那時候就是在猶豫 怎樣跟家人說 對,因為自己做過這樣的決定 然後也沒有跟家人說過 但我回到香港,他們也知道 對,很奇怪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媽媽、我哥哥都很支持我 這樣出乎意料 你猜是本身在輸死,一定是不行的 你自拔之為 通常先斬後奏 一定先斬後奏 對,開始就在籌備她的床 老實說,你家裡的位置沒有那麼大 他不是小小的,不經狗的字 整個人這麼大 我把我的電腦桌清開 然後有個位置給她睡 有個位置讓她活動 怎麼了?可以試試嗎 我在這裡的照片… 床很大 等等,這張床是你這張床 還是你台灣那邊,楊成林那張床 這張床是民宿,就是我們去浸泉泉 浸泉泉泉泉後,攤屍了 在浸泉泉後,很舒服地睡覺 但家裡有照片嗎 家裡沒有照片 誰的照片 就是我幫助我們很多的主播 女主播 是一個很善心的女主播 是小狂,真是壞鬼 好了,又看看這些照片 這些就是你當時在走的路 對… 這些就是你自己在玩自拍 狗完全不理你 你以為自己很有型 然後再看這裡 他有甚麼事 累得回到這裡 你真是像乞丐一樣 好了,終於這個星期 完成了,他又可以準備飛回來 你應該在機場等他吧 對… 怎樣?說回形容當時的畫面 劇情 那時候,早在公司離開 然後自己去到一號客運… 一號超級貨櫃… 就是貨運站,在那裡等 那一刻的心情就是… 經常打電話給那個香港的聯絡人 說你的狗到了嗎?在哪裡等 他也會說,行了嗎?不要那麼煩 他正在來,你吹我也不會快一點 對,那時候就是等他出來找我 即是見到他 那時候我也覺得自己煩 一個小時可能打十幾次 我明白,緊張… 緊張… 然後帶他在機場回家 對不起,你先看見那一刻 對,在那一刻… 我看見那一刻,其實我以為他會忘記我 他可能會不認得我 因為他也以為你不理他 你明白嗎?因為他沒有見你一個星期 對,然後… 但他在運輸籠裡馬上跳起來 然後尾巴化了 然後呢? 然後很驚慌地看著我 然後我衝過去 接著呢? 然後… 相容了 沒有,因為大家隔著一個運輸籠 很可憐 對,然後… 很可憐… 爬爬的… 你放她出來… 情況是前面有一個運輸籠 感覺很探監的,拿我的手機… 對,然後把手伸進去,那種的感覺 他應該是狂爪 當時他這樣… 對,但我們只能這樣 然後把手伸進去,他會舔我 那一刻也很感動 但別拉我這裡 他在舔中間 叔叔… 繼續 拉這邊… 那一刻很感動 因為發現原來他記得我… 記得你? 對 有沒有感性,有兩堂眼淚 這樣… 我沒有 那一刻就好了 然後… 好 因為我很開心 終於再見到他了 終於可以接觸到 怎樣?大家有抱一下嗎? 有… 爽領你吧 是的 你會否在那裡疼他 不會的,因為他不肯讓我疼 他不肯讓你疼? 對 他有信心 不肯讓我離開 但他會像現在這樣,抱著我 好的 然後最大的一個… 開始面對一個童話式後 就是… 現實… 現實… 故事就要開始到現實的位置 就是你上班 然後怎樣去照顧牠 我們在香港的朋友 如果真的想養狗的話 其實可以去寧養 因為愛護動協議中 其實有很多很有趣的狗 很漂亮的狗 好… 即是牠回來之前會問你朋友 如果那隻狗這樣 怎樣怎樣怎樣可以幫牠去廁所 或者有甚麼工序要跟牠做 其實牠們有說教過一隻狗在家裡去廁所 不過牠真的不… 即是牠始終適應在草地 或者在空曠的地方 台灣的地方真的大很多 你回來香港的話 一定是漂亮的東西 那怎麼辦?怎樣解決那些… 神門棋居那些 後來也找到一個地方 可以有草地讓牠去到的 家附近的? 也是在家附近的 但家裡住的牠就霸了很多位置 也是的 坦白說,你媽媽如果不太喜歡牠的話 牠會咬爛一些東西 牠不會… 這麼好? 對,牠進了房子後也沒有廢過 這麼好?真的很好 但你家人看到牠的時候 你喜歡牠嗎? 可能牠覺得牠很木酸 或不喜歡牠嗎? 不…我媽媽都說牠很乖、很漂亮 很乖、很漂亮 對,還有牠們也會幫我照顧小吃 即是用公餘時間幫你 但如果你有空就幫你幫忙 對… 很感動、很感恩 對,真的很感謝牠們 好的 還有就是… 會有時自己出去工作的時候 都會想念牠 很高男生 還有養了狗之後 其實有一個生活習慣 都會有改變 我知道 怎樣?放狗後會認識女生 也不是 甚麼不是 你娶一隻狗… 你娶一隻狗多漂亮 就是小器 你帶牠去逛逛的時候 那些女生會說 你叫甚麼名字 然後不如我問你 你叫甚麼名字 說些話吧 真的沒有… 那些習慣是甚麼 那些習慣是做回家 多了… 痴家 對… 因為老婆在家裡等著你 對,有小器要照顧 雖然家裡的人幫你 但你不能夠… 始終經常依賴牠們 但這幾個意見 你覺得最… 跟牠相處,說牠在香港 你跟牠相處 最難處理的是哪件事 難處理? 陪牠的時間不夠多 也不是這個地方 最主要的地方可能是… 跟牠出去… 我發現原來… 很多地方都不能去 因為香港很多… 因為我以前沒有養過狗 我以為很多地方都應該可以去 但原來餐廳不能進去 餐廳不能進去 雙場不能進去 對 當時覺得我跟牠可以去哪裡 有時覺得… 放街時跟牠出去 唯一可以去的就是牠街的公園 但你自己也花了很多私人時間 會否少見朋友 或少跟朋友出去吃喝玩樂 也會的 不過反過來我就會跟牠們說 一起去放狗 或者叫牠們過來我家附近 一起吃飯 牠也很開心 聽到孔子 整個台灣之旅回到香港 接牠回來香港 再繼續你們之間的關係 新生活 其實那個過程是… 說真的,可以拍電影 很感動 我不知道你平時以前沒有養狗 但你對牠們養寵物 是完全少許心得 完全沒有想過做這件事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你看見人家養狗好像很煩 會覺得好像很煩 其實我還沒遇到牠的時候 那時候的心態是怎樣 就是別人的狗就… 玩一下 但要照顧 我知道不是這麼簡單的 說要養狗 因為你的一生可能有幾隻狗 但狗的一生只有你一個 所以養牠之前 帶牠回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考慮這件事 當然… 我現在的心態… 當時你有很多問題要去解決 例如煮屋問題 或者喜酒飲食、照顧 哪件事令你最大的衝力 不行,我一定要帶牠回來 會有一刻的 哪一刻呢 哪一刻… 因為牠很漂亮 你覺得牠回來賣… 但又回來賣了牠 也不關這件事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的經歷和感情 我覺得孔子很重感情 突然變成英俊了 你平時是甚麼 算是有愛心的人 很普通的 也可以的 同樣的,養了一隻狗之後 現在這幾個月 已經過了半年左右的時間 想問一下你們之間的感情 現在是怎樣的 其實…感覺… 有點女朋友,是嗎 應該像是臭女兒 臭女兒? 對… 其實有時外出,一個背包 以前外出,以前外出的我 甚麼都不帶 當然是電話 很輕便出去 消灑… 現在一定有背包 然後裡面全都是牠的東西 例如水、報紙… 一些零食 因為自己也會有改變 你在台灣那半個月 跟牠相處了那麼久 即是21天吧 是的 半個月 那牠的生活習慣 你都完全知道了 還有牠的壞習慣 都不是的… 那牠的性戒是怎樣的 其實我以為牠… 因為牠跟我走九天九夜的時候 應該都挺好的體能 是嗎 回到香港都應該很活動 怎料原來在家裡 原來很民靜 是的 對,那天晚上就睡覺 晚上就… 除了讓我去廁所 然後就去吃東西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牠是… 聞也行 即是東正雞兒 但牠是屬於甚麼狗 我問了這麼久 都不知道牠是屬於甚麼種 唐狗又不是唐狗 其實應該… 其實你真的問我 我也不太知道 牠… 找不到牠的出生子 沒有… 因為牠沒有晶片 我才可以帶牠回來 那你有問過人嗎 牠手衣說牠是混種,混合的 對,主要有… 像是甚麼 像是拉布拉多 像是拉布拉多 對 混了可能是唐狗 那不會是北京狗 拉多,混了一隻唐狗 對 家人就很支持,朋友… 或是你本身有女朋友嗎 沒有 真的,如果沒有的話 有否想過 我現在照顧牠也花了很多時間 拍拖,沒有想認識女生 那怎麼辦 會否有所影響 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 但你會否賺我的條件 還是要求那女朋友 一定要喜歡狗 也對… 因為怕甚麼… 你叫我,不要碰牠,不要碰我 不知道 總之原因就是一定要喜歡狗 好 如果不是,大家生活上可能會有很多問題 你看牠多大的改變 之前是一個…我不是說冷血 之前是一個…你對那些寵物 或者是… 不愁不愁不愁 不愁不愁不愁 即是沒有甚麼感覺的人 對… 到現在我責偶條件 也要認識女朋友是要喜歡的 總之有愛心,一定有愛心 是吧 但你看到可能在網上也好 有報導也好 可能在內地傳聞有一些地區 是這麼狗 對… 等等這些的報導 其實你覺得… 你跟她建立了一個關係 或者是人類和狗 這個關係 是吧,會否帶給你一些新的想法 其實那個想法就是… 還要上來 其實最大的想法就是 我們在香港的朋友 如果真的想養狗的話 其實可以去領養 因為愛護動物協會裡面 其實有很多很可愛的狗 很漂亮的狗 牠們其實都是被人遺棄了 而且你用牠去買的話 其實如果你有看養殖狗的場所 其實那個環境很不堪 我現在經常會留意狗的資訊 很多狗的活動我都會參與 因為你的故事 其實也是警醒了一些人 養不養狗的看法,對吧 其實我覺得養狗不是… 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你希望想要一個寵物 去領養的時候 給牠一個新的希望 給牠一個新的生活 我不是說要別人不要買狗 但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愛護動物協會 去領養一隻小狗 給牠一個新的生活 讓牠以前的遭遇完全忘記牠 讓牠重新開始過 像牠一樣,你看 很簡單 對,牠很喜歡你 我們今天只是真相識 你現在只是朋友 其實牠很癡人 對,牠很癡人 剛才剛進來我們錄影廠時 這個又在這裡舔一下 那個又聊一下 還是發美… 因為看到你在這裡,對吧 自己跟牠之間在這幾個月 有些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原來狗跟人之間的感情很… 很微妙 我在家裡有時… 我在家裡的時候 可能我哥哥還沒回來的時候 牠會在門口 牠會等著我哥哥回來 對,然後牠知道家裡有四個人 牠發覺原來… 警察了 大哥出差了 然後牠發覺… 牠怎麼… 差過了嗎 然後牠也是在門口 在門口裡等 對,有一次反過來 我一次回來家裡 牠也是在那裡等我 還有每一次下班回家的時候 牠都會… 無論多晚 牠都會過來找你 那一刻其實是覺得… 很感動 無論多晚多累 牠多想吃東西 都不好了,回來 先舔舔舔你 是 戀哥哥 有沒有想過幫牠去日後 找好人家 大家都會結婚 即是牠,不是你 牠去拍拖 牠絕育了嗎 應該沒有 那你有沒有想過 將牠的下一代 你是女兒 你是外父 我以後會帶牠絕育 為甚麼 因為健康一點 我也希望牠可以陪陪我 我也可以跟牠一起 經歷過不同的事 我知道 女兒嫁出去 就不在自己身上住了 即是你… 搞錯了 你怕那些兒子… 狗仔的狗公 會騙了你的女兒 對不對 這是很多大人和家長都會這樣想的 你自己很想牠… 你和牠的故事現在都挺微妙的 我相信在不同的媒體 香港的媒體也有報導過 有否想跟牠 可能日後有甚麼期望 即發展也好 我不知道你們倆會否做了甚麼大事件 有否那兩個想要一起做的事 其實我最近就… 因一個出版社提出 我都為我們之間的故事寫回 我們那個… 遲些會再出一本書 是的 那你把兄弟幫這些重點內容 就已經出現了 還有很多的 還有很多的 是的 還有就是… 我希望帶牠去不同的地方 可能香港很多地方都想跟牠去 只要有甚麼大的計劃 其實最重要是牠會開心 李大約然有機會讓你 真的再走多次台灣 再走多一趟 會否帶牠去呢 我希望的 帶牠回去那些地方 會否變回阿嬸 那隻狗狗 小巴… 小巴… 這隻叫小吃 小吃… 我也希望帶牠回台灣 謝謝 希望大家看完這集之後 大家都會有愛心 首先想問大家 是 劇中有這麼多位演員 是 哪位最好打 家榮、浩賢 還有一個女生 定欣 如果算是觀感上 我覺得定欣其實打得不錯 我覺得她有添分 好像阿丁爺說 先過來 然後給我一粒藥 我傳聞就是牠很疼心 而且不太理人 傳聞 我覺得家榮對我們也很好 很責任 家榮說要幫你出油 浩賢也幫我出油 我幫你出油 定欣呢 定欣呢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想的 但定欣是因為牠有助手 是